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收盘保持一人依然保持在6650点的高度 这个价格也是过去平均13年半以来的最高价 中国股市在上周五有小幅的上扬 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均上涨大约0.5% 上证指数终于爬上了3000点打官 那么在欧美方面 欧美方面英法德平均的涨幅约为0.1%至0.2% 美国股市则有轻微下跌 但是跌幅也比较小 平均的跌幅约为0.15% 其中道琼斯指数的目前的价格也是在26600点的高度 这一价格也是接近其过去的历史最高价 那么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在上周五突破1400美元打官 目前的最新报价是1402美元 同时石油价格也大幅反弹 目前一桶美国油报价是57.70美元 另外要提一下的是 最近数字货币上涨尤为迅速 比特币价格在上周末一度是突破了11000美元大关 目前稳定在10300美元一个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热门话题 首先我们要简单回顾一下 昨天我们在墨尔本东区举行的大型活动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来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 首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昨天的内容 那么我们也首先要感谢 在昨天有超过350名观众到了我们的会场 参与了我们这次的股票峰会活动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个华人第一位澳洲的国会议员 廖禅娥女士也是到场 给我们华人带来了最新联邦政府 关于税收地产 以及华人社区发展上面的有关政策 那么由于消防安全的问题 酒店不允许我们再增加椅子 因此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 最后到场的时候 由于没有位置坐 不得不站着 我们在此向您表示抱歉 那么未来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努力 来增加场地的座位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那么在昨天 其实我今天想在节目中提一下的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的节目 包括GoMarkets一直给大家说到的是股票 投资 包括了这个黄金 外汇 数字货币等等 但是昨天第一位发言的嘉宾 也就是我们的国会议员廖禅娥女士 给大家所带来的话题 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 他更说到我们华人在澳大利亚目前还是属于少数群体 我们少数群体在未来不仅仅考虑的是赚钱的事情 更需要考虑到作为我们一个整体 在澳洲一个国家的地位 以及我们以后子孙所在这里从事的一些地位 所以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意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赚钱上 更是升华到呢 作为我们个人 以及作为我们整体华人 能够给这个国家所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不错 这个 但是呢 应该不可否认的是啊 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赚钱之余 能够想一想更多的一些事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们是着重说到的是澳洲的股市 分别呢 是由我们的同事Jacky 我本人 以及另外两位澳洲股市圈里面的华人嘉宾 给大家带来不同角度和不同视野 有关澳洲股市的分析 那我们不但是分析到了金融股 也分析到了材料 地产 以及科技和医疗板块 所以各位如果希望得到昨天 我们会议上PPT 也就是我们演讲稿的朋友呢 可以 致电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呢 致电我们的中文的热线 来获取资料 今天来说一下另一部分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有关石油黄金 包括数字货币 联创新高 我们知道呢 这个黄金价格目前已经达到了 1400美元以上 那这个价格呢 也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价 不得不说呢 黄金价格上涨 使得澳洲很多的金矿股的事 也是跟着一起上涨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 由于黄金的定价 是以美元为定价的 因此黄金上涨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就是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第二就是美元的价值在下跌 那目前来看呢 这两点都有 这两点因素呢 都有存在 造成了黄金价格的上涨 首先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 伊朗和美国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那美国呢 差一点动手就要空袭伊朗 虽然在最后10分钟 特朗普宣布取消 但是目前 美国的航母和军舰 依然是在波斯湾附近 两国之间 依然是非常有可能会引发 小规模的冲突 那么一旦波斯湾打仗 毫无疑问的是呢 黄金价格必定上涨 同时 由于中东地区呢 是产油的大区 因此伊朗一旦和美国打仗 那么受其影响 石油价格也将会出现重大波动 另外一点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本周四和周五 将会在日本召开G20峰会 那么我们希望 在这次峰会上呢 中美两国能够达成协议 那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呢 势必对于股市 对于会市 对于整体的世界经济 都有很好的帮助 那也正是因为 在股这个开会之前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因此黄金价格 在开会之前 也得到了很多 我们叫做 投机性交易者的青睐 因为大家并不知道 这次的会议 是否真的能够达成协议 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目前比特币的价格 已经达到了一万美元以上 在过去的四个月时间里面 比特币价格从三千美元 一路上涨了 到现在的最高 一万一千美元 应该说 比特币价格呢 在今年重新得到了市场的重视 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的著名的脸书 发布了第三方的数字货币 在其平台上 这说明数字货币呢 目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厂商 包括商家来重视 所以我们的投资者呢 在最近也可以重点关注数字货币 在我们平台上 可以交易的有四大数字货币 大家可以小心留意 以上就是本期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